各位關心高雄 注意本身將來權益的鄉親好朋友們 其實我們老百姓要的並不多 只要不要停水 只要不要停電 只要有工作機會 只要我們生活在安定安全的環境 你們說是不是 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有給我剛剛提到的 這一些基本要求嗎 有嗎 沒有的話 大家拜託你們 在11月26號 用我們的選票 告訴現在的執政黨好不好 市長要選幾號 3號 3號是哪一位 他 我們用我們的選票 讓我們的教育 來翻轉整個我們的高雄好不好 好 有好的市長 一定要好的我們的議會監督單位 你們說是不是 我們中國國民黨提名 最優秀的市議員候選人 在後面 每一個選區 所以要作為強而有力的監督 我們需要議會國民黨提名 全能打你們說是不是 全能打 在這邊淑美 恳求大家 拜託大家 短短剩下六天的時間 你們今天來的每一位 不只你手中的選票 可以改變我們高雄的未來 也可以改變我們監督的力量 所以在這邊恳請你們 剩下短短六天 每一位當我們市長 當我們議員的分身 拜託恳求你們 為我們一起拉票好不好 讓我們在11月26號 我們一起來迎接 我們高雄的大勝利好不好 淑美在這邊 帶領我們後面 全部優秀的市議員候選人 深深的一鞠躬 恳求大家 拜託大家 我們一起為高雄的將來努力 來打拼好不好 謝謝大家 感謝 好 我們是不是真的麻煩 副議長 跟我們所有的議員夥伴 把手我們來牽起來好嗎 補充介紹還有第二選區 三號的震動員 好 各位 我們看到台中所有我們的議員 參選人 大家都贏一贏 都佼佼佼 都是一席集算 對不對 我們來幫大家猶豫 好嗎 好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議會所有的議員參選人 祝福大家都高票當選好不好 我們古裝介紹 現場也來了我們前立委黃昭樹委員 大家掌聲歡迎 還有前立委張顯耀委員 大家掌聲歡迎 好接下來我們第一位助獎的大來賓